然后呢 刚才给大家解释过了 这个中间数线是一个中位数 然后再来看吧 这里啊 你说 咱们现在要谈这个工资 那这个工资啊 跟性别有没有关系啊 男的这么多 女的这么多啊 咱可能就是普遍的一个想法来说 大部分情况下 应该是男的这么多吧 好像是有这个意思 那现在咱再来看 在这里 那你说 咱实际情况下 是这个情况吧 来看吧 可能啊 就是这个男 那咱就是下面这个位置性别 咱就不看了 这个这个作业轴没有调好 为什么 这作业轴这块应该是 你要把这个东西啊 做的就是变提在一起 你可以改上面那个值啊 咱刚才上面不是说 我设置了一个圈局自己大小吗 可能这块对于他这些值来说 自己大小就太大了 因为你看他是10万20万 后面零太多了 所以说这块我还忘调了 到时候大家自己来调一下吧 可以调一下那个字体的一个大小 然后咱们就要看结果吧 结果来说 你说男性和女性 是不是差别不大啊 基本上也是这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在领域当中 大家的一个工资 好像没有说那个性别的一个差异吧 尤其是在数据分析啊 数据挖掘的领域当中 有一个女生啊 那都跟块宝石的啊 是这个含义吧 尤其是程序员兄弟啊 程序员兄弟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之前啊 听我老弟也这么说的 我老弟啊 也是做这个程序员的嘛 跟咱们差不多 然后他跟我说啊 他一天工作啊 挺无聊的 我说怎么个无聊呢 他跟我说三个月没跟女生说过话了都 所以我就觉得啊 这里边就是有个女生 那就完全啊 当个宝了 然后其实你读书的时候也是 你说你实验是有个女生 那是不是当个宝啊 那都是当个宝的 有一个感觉 对其他的领域来说啊 不一样 但是对于咱们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 计算机啊 软件来说啊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了 男生稍高一点是吧 还可以是吧 然后咱来看吧 就是参与调查人啊 我觉得就是都是年轻人吧 其实我觉着啊 来这个竞赛人 就是大门什么样 估计还是学习为多的吧 一般情况下 我觉得这像是一些比较牛逼人 他应该也不会来的 他牛逼人 他来这干什么啊 这里边 他也不会参加竞赛的 他也不会去看别人怎么样的 其实给我的一个想法 应该大部分都是一个年轻人 可能比我还得小一些 我这个岁数都点偏大了 可能跟在座各位大家 都是差不多的 二十来岁 二十出 二十五左右 这个岁数人估计最多 再来看一下吧 我想都是年轻人啊 但是不一定 你看我画了什么 画了一个就是啊 直接直接 这个是通过Pandas 我就直接画了 Pandas当中 直接点黑色一下 你调一个变色 指定多少个 这样的一个小格 然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边颜色 用一个黑色进行填充 然后把这个图 就做出来了 很简单 就画了这样的一个图啊 看了一下年龄分布 哎呀 年龄分布吓了我一跳 不光是二十多岁人最多啊 你看三十多岁人 我其实在我印象当中 三十多岁人 上这个精彩网站 应该比较少了 是吧 大部分情况下 应该都是一个学习的态度 但是给我打两了 是吧 这个东西 好多人啊 他也不是一个学习的态度 他可能就是 真是 嗯 学到老 活到老 活到老 学到老 我估计是这个样子 你看 不光我三十多岁 三十五到四十 四十五到五十的 有没有啊 六十多岁都有啊 这个东西就是 你可以把两边指啊 认为是他瞎天着玩的 但是我觉得 没必要把一个年龄 填成五十五六十 他也是瞎着玩的 这个没意义是吧 他也干扰不了什么东西 所以呢 我们就认为啊 他大部分情况下 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情况吧 那在这个情况当中 我们看到了 就是参与到 咱们这个开口经验当中啊 或者说 关注于我们数据科学 这个领域的这个人 因为开口啊 相当于是在数据科学 这个领域当中 我觉得啊 是最大 不能说最大的平台 我觉得说 最值得学习 也是最有价值的 一个平台了 这个平台人啊 应该是上人最多的 二十到三十五人数 咱看是最多吧 你看二十在这儿 三十在这儿 这些人是最多的 年轻人认为多啊 是很正常 因为大部分人 都要去学习嘛 然后你说三十五岁 还来学习 是不是要晚了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这样 三十五岁去学习啊 也不晚啊 我让我爸我妈 没事的时候干什么 没事的时候 帮我在这上面写写字 是吧 有些时候我这个注视 我就懒得去写 我让我妈进来过写写 我妈她也缘续写写 所以说活到老 学到老啊 还是有这样一个事的 五十多岁人也不少吧 哎呀这个人数 那其实跟我感觉这样 他们是不是陪孩子 一起来玩的 没准这样吧 没准是哪个公司的 一个高管 估计五十多岁 应该混得差不多了吧 混得差不多了 他有先心来这个 那我一猜 估计啊是陪孩子 一起来玩的吧 像是我 可能我父母岁数 稍微稍微大一些 可能大家父母岁数 稍微小一些 然后我觉得 我这个父母就有可能 就是他们陪我一起来 玩这个数据的 有这样一个事 然后下面咱又来看了 哎呀 这个数据还有什么信息啊 我还想知道 就是来玩这个 走进这个数据科学 这个领域啊 他这些人 他们都是学啥的呀 是科班出身的吗 是学纪元机 是学软件的吗 是学一些类似的东西吧 来看一下吧 直接啊 把我的数据 给他拿到手 然后咱来画这个图 咱们就完事了 来看吧 就是还是啊 就是画这个图 把用横着去画嘛 指定拜登什么东西 指定当前是 第一个图的 还是第二个图的 咱的一个轴 指定咱的一个 order的一个顺序 拿我就是围楼炕子 从大到小 进一个排序 这就完事了 看一下 他这个 哎呀 这个东西 看着是不是比较小啊 看着比较小 我给他放大一些吧 放大 我又怕太大了 哎呦 哎呦我天 这都这都这看不了 这个东西太大了 吓人啊 还是150吧 他这么看 我应该能看清 我是能看清的 考察大家眼力 也熟到了 然后你说他以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职业什么 你看计算机是最多的吧 应该就是我觉得也这样 课班出身啊 继续干这个事人是最多的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存在一个转行吧 像是我周围很多人啊 他干的也都不一定是跟咱们这个IT啊 互联网相关的 好多人都出去干别了 干什么都有啊 基本上我觉得 然后自己当老板的 然后自己创业了啊 这说一个事儿 还有去干各样各业的 干运营的啊 什么人都有 所以说啊 我们来看一下 来这个晚上当中啊 课班出身人最多 精装机科学 然后呢 数学统计学有一些吧 咱这个觉得数学统计学啊 有一些并不并不奇怪啊 因为咱的这个东西啊 跟数学跟统计学 肯定是能挂上钩的 所以说这领域人啊 我觉得是最牛逼的啊 因为我现在我也比较头疼 这个数学的问题 我头疼这个数学问题啊 就是头疼这个东西 该怎么讲啊 每次讲继续算法 其实上来说 我头疼 大家也头疼 我头疼 这个东西我说完了 然后大家实在听不懂 那你说我是不是 自己也得反馈啊 我这个东西怎么说的啊 这么费劲呢 然后大家听不懂 大家也想 哎呀这个东西 为什么当时没好好学啊 所以说数学啊 你说重不重要啊 数学啊 走到哪都是用到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做什么 做各行各业都有吧 做物理学的 做电力的 做社会科学的 做生物的 好多各行各业的 所以说啊 咱们就是也看出来了 来玩这个数学科学的 基本上是各行各业都有 但是呢 以科班出身为主吧 你看科班出身的 这个粉色的 它是这么一大长条吧 这是咱们当前的一个情况 做什么事啊 就是哪一行业都有 哪一行业都能来玩这个事 咱没有这样一个限制 然后呢 来看吧 就是这些人呢 他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比较专一了 他可能以前学的专业 可能不一样的 但他既然能来到卡狗这个竞赛当中 能来到这个晚上当中啊 能来填这个表 我觉得他还是喜欢这个东西的 他现在喜欢 肯定啊 是跟这个从事是差不多的 你看 他现在 他现在从事最多的工作是什么 还是个粉色的 这啥 数据科学家 哎呦我的天 说也挺牛逼是吧 其实就是 我也挺讲这个词的 我背不住我哪天 我也说 我也是个数据科学家 但是我觉得 离这个东西还蛮远的 这里边我估计 大家去填嘛 填这个东西啊 都无所谓 我要去填 我也写数据科学家 有总统 我还选总统呢 是吧 所以说这个数据科学家 蛮多的 然后呢 再来看就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软件的一些开发 其他的数据分析 然后一些数据的一个研究 及学习 还有什么 还有这些建模 还有什么数据库相关的 好多好多啊 就是现在从事的东西 但是呢 你看从事的领域当中啊 都离开一点 都离开什么 无论是啥 你说数据库也离开数据 数据科学也离开数据 你各种分析 还离不开数据吧 所以说啊 一个核心点 还是要跟这个数据挂钩的 来这个网上当中的人啊 大部分情况下 也都是要去找一些数据 找一些案例来练手嘛 所以说 都是跟数据啊 相挂钩的 然后呢 再来看吧 几乎啊 得到一个结论 几乎呢 所有的行业 都使用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 从组组组图 咱们看出来 各地领域都有 物理 生物啊 都在干这些事 然后我见过很多 就是人都在去用这个机 学习这个东西啊 做金融是最多的 因为做金融 好多人都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 我就不懂金融这个东西 我也从来 股票我都不懂 你们说的什么 那把七天 可能大家研究这个股票的东西 我从来也不去研究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靠谱是吧 做金融呢 有 然后做各大行业都有 各大行业都离开数据挖掘 这个东西 然后右途呢 右途啊 显示了一下 当前的他的一个工作情况 你看最多人是啥啊 最多人还是数据科学家吧 我刚才说了 明天我也自封一个 我也数据科学家 然后后天背不住 后天背不住 我说一个 我是数据 首席数据科学家 我把我的成为再加高一些 这些我估计 很多人啊 都是选 是为了觉得这个词好听 来选这个东西的 并不真的一定要 就是从事数据科学家 这个人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来着 大部分情况下 还是比较年轻的 还是在一个学习阶段的 能成为这样 有这样一个成就 我觉得不太现实啊 这个东西 我觉得能称之为 一个科学家的人啊 他就是首先 他是工程师出身 他也懂技术 另一方面 他这个东西啊 他也沉淀了很多年 沉淀很多年啊 他能就是有一些 自己的想法 能发明出来一些东西 而不是简单模仿 其实咱们最多做的是什么 咱们最多做的是模仿嘛 我也是一样的 我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啊 其实这边外包有很多 真正的 大部分情况下 做外包也做特别多 这边自己还有公司 然后做这个外包 请你说怎么做 真的从我到尾来了 像大家的一个流程式啊 说咱先开开会 然后咱先讨论一下 数据上什么样 咱做特论工程 咱做这 咱做那 做那做这 哎呀 这是就是说 你做一个真正了八戒 大项目 你要做一个小项目来说啊 我们就是什么 以前做啥 以前这么做的吧 拿过来直接用吧 往里套吧套吧 改吧改吧 就完事了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 我们都是在一个模仿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能称之为 一个数据科学家人啊 他一定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的 像是学校那些教授似的 虽然说他代码一行都写不出来 虽然说他天天给我倒了气鼓 倒过一些有的没的 我不愿意听的 但是我觉得啊 他们也确实能称之为数据科学家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见识的多呀 见识的多 一个数据来了 他确实能知道 这个东西我该怎么去做 是吧 我觉得一个事是这样 你知道怎么去做 知道能指明出来一条道 绝对啊 要比你就是实际会敲代码 这个东西啊 用的多 因为你说敲代码人太多了 敲代码就是 我这边劳动力啊 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你说能去指挥这个人 这个人啊就太少了 也是非常非常难找 想找又合适的 基本上 没有一个高的价钱 基本上是很难找到的 这就是咱当前的一个结果 好 谢谢大家